英勞兰汉视觉中国图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 27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在25日举行的国民议会议会下月选举中 正义运动党已获得的110个席位 已较大优势领先其他党派 初步结果显示 截至目前 本次选举的270个国民议会议席中 已有250个议席决出胜负 其中 英勞兰汉领导的正义运动党 收获110个议席 在各党派中已较大优势领先 前置政党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取得60个议席 位列第二 人民党取得42个议席 处于第三位 其余20个席位的选票统计工作正在进行 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 预计在27日发布选举初步结果 选举委员会员本应在投票结束后的10小时内 公布选举初步结果 但由于计票和传输系统弹化 致使相关工作进展之后 当地媒体分析称 正义运动党取得国民议会第一大党的低位义无悬念 伊姆兰汉26月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正义运动党申选 并将组建下一届政府 八国民议会相共有342个席位 一人任期五年 可连选连任 其中272席由普选产生 根据单一小选区制 每个选区获得了最多票数者当选 此次选举 由于两个一席因故推迟选举 25日当天实际投票选举270个一席 3459名候选员参加了选举 除普选议席外 巴基斯坦还在国民议会中 为妇女和少数教派非穆斯林 分别设立60个和10个保留席位 这些席位均根据各党派获得的普选议席数量按比例分配 巴基斯坦宪法规定 任何政党或政党联盟 如能在国民议会选举中 获得超半数席位 将有圈单独组进政府 否则就要组成联合政府 在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后 议员将在三周内宣誓就职 并选出议长和总理 当选总理届时将召集成立新一届政府 今年5月31日 巴上一届国民议会和政府结束任期之后宣布解散 原标题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正义运动大领先 CM的面子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古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本文字幕提供